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现在年轻人关注明镜与点栏目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的节目里谈哲学的比较深的内涵 我们更多我觉得可能还是哲学和它的一些背景 比如文化和科学它的关心问题 也可以设计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 就是说年轻人关心不关心这个意义的问题 本源的问题 这其实也是我想谈的 其实这种不同的看法的变化 它就是跟不同时代的文化的精神 文化的氛围直接相关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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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睡眠的喜临门床垫 独家冠名播出 你看忽兰老师 紫超老师都来了 当然了 还有我们老师的老师 我的武汉大学的赵老师 赵教授 这是我们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 大教授 洛家学者 所以呢 今天这个组合特别戏剧性 紫超 我觉得忽兰最有意思 忽兰就是属于 我不能说你乱入 反映了忽兰老师的另一面 就是本来忽兰老师来 是来录另一集脱口秀的话题的 但是他听说您来 说我也听过赵李老师的课 我经常琢磨哲学问题 我也想参加一下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赵云老师会给很多企业家上课 那个课是要花钱的 你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算师 他是学精算专业的 所以你看刚才两句话就显出来了 算得很金 算得很金 这次很金 紫超呢 最近又有什么旅行啊 紫超是写这个中亚五国呀 这个失落的卫星 创销书的作家 也到欧洲 他就爱读行 这么一人 最近在精神内耗中 我以为在精神内科 怎么精神内耗呢 这不是你一直没怎么出去 就在家看书吧 主要是 你有没有产生对人生的困惑 有一些吧 就是内耗其实就是一种困惑的状态吧 我觉得 所以这次跟赵林老师聊一下 觉得说不定也能治好精神内耗 这些没有这么神奇 我觉得 这不是个新词 精神内耗 什么是精神内耗 反正我到现在都没搞懂 说这个到底是咋个内耗了 咋又不行 反正这层出不穷的病 反正就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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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 忽然 大家感觉你好像你有苦恼吗 我还行 就我大部分的时候都还是乐乐呵呵的 基本上跟台上的状态是一样的 忙忙道道 忙忙道道 然后乐乐呵呵 然后也没时间想这些东西 偶尔空下来之后 我也会去想说 就让大家乐这事这么重要 大家这么需要吗 真的这么需要吗 就偶尔也会这么想 但也想不出来一二三 就说行 你们说需要就需要 反正你们觉得开心 我就继续讲 基本就这么一个状态 想也想不明白 那你想不想 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问题 想也会想 但其实也是想不出来一个答案 也想不出来一个根 然后就是 那你还不如用做去替代这个想和这个意义 反正做了可能就有点意义 大概我是这么去说服自己 所以你看 我也不瞒大家 就是说我请这个赵林老师来 专门从武达飞过来的 我有我的个人情节在里面 你看我们算是八十年代的青年 我是八五级 八九届 你可不知道 其实赵林老师 他知道做节目之后的我 他不知道当年 当年赵林老师啊 也身高比忽兰还高 对吧 现在就说了一点 对 我跟你说 玉树临风 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哲学 就哪有大学生不喜欢哲学啊 然后尤其是赵林老师会讲 讲的那个是当时是我们武大最火的课之一 我现在印象非常深 就是窗户外头都有人 而且他到底是那大客室 叫校3001 校3001 校3001 对对 哎呦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排全是漂亮女生 那可能你关注了 我倒没关注 我当时 你可能也做的第一排 你第二排 我挤不进去 窗外 我当时就在思考这样一个哲学问题 男生为什么往往 就一来就往后坐 为什么这个往往女生好像特有勇气 你们现在大学还是这样吗 现在没有了 后来是不是就是也没有这么多人去听哲学 这些年啊 我感觉到至少 这些年跳的女生不做第一排了 首先了 首先了没有说这个在座位之外 他还坐在讲台上 坐在走道 没有了 现在学生都比较务实 现在学生一看没位置 掉头就走了 他们不会挤了 所以跟当年我在教3001讲课的感觉完全不错 那个时候我得挤进去 我们那个教生里面啊 可以坐300多人 就座位有300多 然后再走道啊 什么 它是阶梯式教室吧 这个台阶上一坐满 然后讲台赛也都坐满了 大概可以坐500多人 一般是下午去 放本书 到晚上这就是我的座位 有的谈恋爱的男女同学 就是俩人挤 一个座位上坐 是的 那会儿都得挤进去讲课 没错 浑身挤了一身汗 有没有空调那时候 到夏天天比较热的时候 但是听得如痴如醉 也不知道冷暖 特别您当时讲的是弗里伊德呀 对 那家更是热情高涨 对 最初讲弗里伊德讲萨特 讲萨特存在主义等等 尼采 对 讲尼采 那个时候就是八十年代特别火的 对 后来你是不是听着有点 有点恍肉格式 没 现在其实我是能感觉到 现在有很多那个讲哲学 视频会放在那个网上 对 有很多那个哲学的教授赵云老师 像什么王登峰 王德峰老师 王德峰您常听 会会会听 然后刘勤老师 就好多就变成了一种 这个明星了 就教授明星放在网上 大家在网上看 那个也不比教师里的人少了 对 但是呢 对我们作为讲课老师来说 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说的没那么过瘾了 这个呢 反正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我这个人呢就是说 当然我说 有多少人对我来说 影响不会太大 但是毕竟 你这个这种氛围之外 你就更能够调动起 你这样一种激情 对吧 因为哲学说实话 虽然是一个理性的 这样一门学问 但是它也还是需要激情的 激情又可以在很大层上 可以拓展你的理性 实际上就把理性 提升到一种更高的 如果我们用哲学的 专业术语来说 就从一种这个 怎么说一种 understanding这个意义上 提高到一种叫reason 就是我们说从理智 提升到理性 这个在哲学 从古希腊的柏拉图 一直到后来的 近代的黑格尔 他们都特别强调 是两者之间的差别 对吧 就是说那种冷静的 按部就班的 循规蹈矩的 逻辑的那种思考 是一种理智 但是进入到一种更高的 接触到某种神秘的 对吧 让你忽然有一种 霍然动开 那是一种更高的理 叫理性 理性实际上是更高的东西 它有时候是需要激情的 所以这一点 在很多哲学里面都可以看出来 过去有一位老作家 好像讲过五个字 这跟咱们做咱们这行的都有关系 叫会通经画机 就是先要会 你还要脱口秀 你先在会 然后这个通 然后就惊 惊了之后 你就进入化境 进入化境 还不见得是最高的 你还是不能少掉那一份激情 对 就最后 你说你表演多少场之后 对 你是不是得有一种 那种状态 就是兴奋 然后让自己掉动起来 怎么掉动 就当成是你第一次 假装当成第一次在讲 那么会骗自己 就骗自己 你看 他就有的 每个人啊 你不管离不离哲学 你都有哲学观 你看他就有一个哲学观 哲学是不是骗自己 哲学确实是骗 但哲学它和别的骗自己不一样 哲学是自觉的骗自己 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在骗自己 但是自己还是愿意被自己所欺骗 因为你觉得有些东西和生活是不一样的 生活如果说是真正的 就是说比较实在的 是吧 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那哲学这种欺骗 说实话 它也是一种对生活的一种超越 人有时候是需要生活在梦境之中 哲学实际上给我们营造的就是这个东西 您说这个让我联想起听您讲的课 因为赵玲老师讲这个古希腊哲学 特别精彩 特别是咱们这个做聊天节目的 我那天突然听到他讲好像是柏拉图的 这个理念 他说这个世界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假的 是虚幻的 背后的那个东西 那个理念 那个最抽象的理念 那是真正的真相 但是他又说 这个古希腊哲学里有一个词 就管我们都能看到的这些现象 叫意见 对意见 这个很有意思 那他觉得物质世界是幻象 但是他觉得这些幻象他用的这个词啊 对 就是说这个树啊对联啊茶啊 忽兰啊紫超啊 你们都叫意见 对 这怎么解啊 他是这样 其实啊古希腊哲学呢 我有时候讲这个希腊哲学的时候 我喜欢用这句话 这句话很说的有点 有点太 太绝对了 对吧 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 我说哲学在希腊 因为最早西方的也是从希腊产生嘛 希腊不仅是神话的故乡 也是哲学的故乡 对吧 那么哲学在希腊产生 一开始他就走了一条啊 跟大众的常识背道而指的道 他就是有意的要背离大众的常识 就当云云众生都成立在常识之中 我说常识就是成立在一些生活嘛 生活我们说是真实的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通过我们五官感官可以感受到的 我们说这才是真实的 但是哲学家恰恰认为 这种常识恰恰是一种意见 是一种虚幻的东西 也就是说至少不说它是假的 而只是说它不是太真实 或者不是最真实的 而最真实的东西呢 他们叫真理 真理他们认为不是用感官把握的 是用思想把握的 就是说当云云众生都成立在眼睛 成立在耳朵 成立在五官的这种感受中的时候 哲学家们就 自觉的 对于是有点跟大众相背离 他们就要追求用思想把握 他们也看 理念这个实在 希腊语本身就是看 或者看到的东西的意思 在希腊语里面 对吧 那么他看到了 他不是眼睛看 他是思想看 也就是说 当老百姓都在用眼睛看的时候 哲学家们在用思想看 所以希腊哲学 当他达到了一种比较自觉的高峰的时候 从苏格拉底 柏拉图 这个时候啊 他们这些哲学家的命运都比较悲惨 因为他们有点 我喜欢说的叫自觉于人民 对吧 哲学他是一个自觉 因为希腊 因为我这些年在做希腊研究 希腊的文化形态 可以说啊 就像我们从小受到的教养一样 我们的教养是从最简单的 感性的 从托儿所幼儿园 对吧 然后小学看读实质 然后到中学 逐渐到大学 就越来越深了 越来越抽象了 对吧 然后学维基分 那一段 就越来越精砖了 对吧 同样 希腊语是一样 它最早是从河马史诗开始 那就是像托儿所幼儿园的 讲故事 然后呢 到城邦的时候 出现了奥林匹亚经济会 就展现身体的地上 实际上是一种青春的自觉 然后这种身体的地上 极大地就激发了雕塑 绘画 包括建筑 这些东西都跟这种身体的地上自觉 因为希腊 奥林匹亚经济会是裸体的 所以它极大地刺激了人体造型 然后还刺激了像树青丝 这一类就赞美的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就开始产生了一个 可以说希腊文明发展的一个 非常高峰的一个 经典的一个代表的形态 就是悲剧 希腊人基本上是在剧场里面长大的 就像我们是在教室里面长大 我们从小在教室里面听这个长大 希腊人是在剧场里面 看着戏长大的 所以剧场对他们就像 这个教室对我们一样的 那么这个悲剧呢 它讲的很深刻的东西 但是它同时是悲剧嘛 它还是表演 所以它对于这个 这个悲剧剧场里面人 亚述共产 你老百姓也可以看热闹 因为它有演员 戴着面具 手舞足蹈 甲鸽仔舞 也很沙尾热闹 但是呢 它也悲剧之为悲剧 不同于前面的神话 不同于前面的书情诗 不同于奥林匹亚经济会 雕塑建筑 就是它有背后的东西 因为悲剧 古希腊的悲剧 它和近代的悲剧一样 它是命运悲剧 它宣扰一个命运 这个命运不是你眼睛可以看到的 但是你思想可以看到 所以剧场里面做了 形形色色的人 一千个观众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不同的人看出的是 不同的这个内容 大多数老百姓是 沉溺在这样一种剧情 这样一种这个手舞足道啊 慷慨人词这里面 但是极少数人 可能从里面 能读出悬外之音 就是悲剧渲染的这个命运 希腊悲剧渲染的命运 这个命运就很高了 它就往上上 所以哲学实际上是 顺着这个命运往上 自觉的来追问这个命运 而云云众生越来越多的 就走向了喜剧 喜剧就等于是 大家哈哈一笑 热闹一下 完了就完了 过眼言云 一切东西都是随波逐流的 所以这个非常 死和老百姓的品位 但是哲学呢 绝往上筹 所以从悲剧 这个亚述共赏的平台上 最后就导致了 哲学和喜剧的分道要描 所以喜剧一开始 哲学在很大层上 一开始就不太 取悦于老百姓 而且还有一个 很著名的故事 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 孔子这样的人物 对 那么他当时最后 在雅典一个 民族制的城堡里面 最后公元前399年 被人起诉两条罪名 最后以少数服从 多数501人 组成的公民陪生马丁 用民主的方式 做投票 出于他死刑 原因就是在此前 老百姓不喜欢这人 因为此前 雅典出了一个大喜剧家 叫阿里斯多芬 他呢 所有东西都拿了开算法 对 包括政治家 什么 跟护兰人 就在会影片里 好像是有这个 他比原赛刚回来是他吧 会影片里面 讲到苏格拉底 柏拉图 以及阿里斯多芬 他们在一块喝酒的 苏格拉底是千杯不倒的 对吧 不仅是口罗协和 千杯不倒 他最后是用他的演讲 和他的这个酒量 把所有人都搞醉了 对吧 最后他一个人进行 然后一个人走了 喝毒药都半天不熟 所以当时那个阿里斯多芬呢 因为当时很受老百姓欢迎 他写了一个很著名的喜剧 叫云 里面叫紫之杰 紫名道姓 把苏格拉底拿来开算 因为他也没有恶意 他跟苏格拉底 他实际上 苏格拉底相当于他老师 对吧 他也很崇拜苏格拉底 很尊敬 但是其他人反正民主之马 他口无遮掩 还是什么都可以开玩笑 对吧 所以他就把苏格拉底 说成是一个有点误人子弟 一个什么光着脚丫子 脸色苍白的这么一个可怜虫 对吧 一个这个头朝下 屁股朝上的 一出场就在一个篮子里边 就是一个不接地气的 这个恰恰符合老百姓 对哲学家的看法 就觉得哲学这个东西 是太虚无缥缈了 对吧 所以从一开始 他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老百姓看了 这个阿里斯多芬的喜剧 希腊人那时候都喜欢看喜剧了 悲剧已经开始过气了 对吧 然后到三百年 公元前三百年 三百九十九年 审判苏格拉底的时候 老百姓说 阿里斯多芬这个喜剧 影响很深的 他们觉得苏格拉底 就是这么一个家伙 无人子弟 对 所以渔情很重要 很重要 确实 所以我说有时候 这个渔情呢 就是 这个广大的民众 粉丝的这种渔情 有时候会决定 很多重大的 但是渔情 有些时候是忽兰他们闹的 对 我真想过这个事 我甚至是自己想过 就我活在那个时代里面 我是不是也举手去判他死去 对 很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对 很烦人 对 就是你看那个里面 就讲这个苏格拉底 非常烦人 他就没事都在大马路上 对 比如说我就拉着一个人 因为他先问人家说 人家说这个神说 你非常有智慧 全天下就你最有智慧 他说不是 我没有智慧 我不行 他说大街上就拉一个人 说找一老师 说你干嘛 他说我是教哲学 他说教哲学有什么意义 他说我给人带来知识 但他知识又怎么样呢 他一直问到底 算了算了算了 不跟你聊了 就跑了一个 非常烦人 所以说我就觉得 这么一个人 我很可能压不住手 我就 因为说在当时情况下 就是说希腊 他整个这些 不同的文化形态的发展 一次的出现 就像我们从小受的教育 不断地提高一样 他实际上就代表 整个希腊文明的 兴衰 存亡的过程 实际上到了悲剧 希腊可以说 希腊承邦文明 以雅典为代表 他已经打到最高峰了 紧接着当时就 身体而衰 身体而衰就开始 分道样标 普罗大众就越来越多 从悲剧转向喜剧 喜剧热闹 您说刚才 从悲剧转到喜剧 我突然间想起 是周老板讲的 这跟这个一样 马拉松打了胜仗 然后奔跑了42公里 跑到雅典 然后最后喊了一句 我们胜利了 倒地而死 你看 这是悲礼皮 这是悲剧 但是在他们这个脱口秀演员嘴里 我第一句话不应该说我们胜利了 应该说水 水 然后喝完之后死了 然后周围围观的群众说 这人怎么这么有毛病呢 对吧 跑四十二公里 尿水了 就死了 甚至还说 我觉得脱口秀演员的异想天开 也真的有点像阿里斯托弗 这个喜剧 你看他的想象是什么 他说那如果是按照这个 这个人类是非常荒诞的一种动物 对吧 这个人跑了四十二公里 对吧 就累死了 给我们的教训 应该是不要跑这么长 连一次跑这么长 但是反而人类说 咱们弄一比赛 都跑这四十二公里 你看在他们的手里 他变成了一个戏剧 所以事情本身是怎么样的 是一回事 后人怎么解释这些事情 又是一回事 对吧 所以哲学在很大程度 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了 然后你去解释它的意义 紫超 你觉得你需要哲学吗 哲学对你有意义吗 我觉得不同的人生阶段 不同的心态 不同的状态下 需要不同的哲学 我觉得哲学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概念 其实不同的哲学家 提出的很多的见解 其实很多时候是相反的 甚至是相悖的 它就像一个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像一个药铺 或者一个中药房 你得了什么样的病 你进那个中药房 你去抓什么药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在不同的阶段 我会有不同欣赏的哲学家 或者读的哲学家 我记得 比如说我写作的时候 非常的 有时候非常的艰苦 就那种创作的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 我可能就会更喜欢读尼采 因为尼采讲就是这种 人生就是不断的攀登巅峰 就是你平平的状态 就是在山脚下 然后那个从山脚下 往山上攀登的过程 是非常艰苦的 但是当你站到山巅的时候 你看到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尼采自己的人生也差不多是这样 他住在瑞士的南部吧 就每天要攀登那个 阿尔卑斯山 大概十个小时 他就体验那个过程 所以那个状态 对你想自我激励的时候 是有一种帮助 但有的时候 比如你写完了 在日常的生活状态 然后你受到欲望的一些诱惑啊 或者是名利啊 这些东西对你的影响的时候 你会感到心狠乱 这个时候我觉得 像舒本华对我就更有帮助 他说人生就是一团欲望之火 你要么就是在 当你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无聊 当你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痛苦 所以人生就是在无聊和痛苦之间 不断摇摆的过程 然后你读了这段之后 你就会觉得 不过就是这些 这些苦恼就不过如此 那在你的思想 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 何必一定需要 尼采和舒本华呢 没有他们 你不明白 要不断攀登吗 他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个拐贯 一个拐贯 自我强化 就像自我强化 就帮助你去思考 帮助你去度过这个阶段 这个刚才讲尼采 我就觉得 他哲学确实有的时候 是人的这个智慧啊 智性啊 到了最顶的 所以很多哲学家 咱们感觉很极端嘛 你像我对尼采 有一个很生动的细节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就说他发疯嘛 最后不是 就发疯以前呢 有一天在街上 看见那个马夫啊 在鞭打 那个拉车的马 那个尼采就扑上去 抱着这个马头 说兄弟 就是大大哭 我觉得有点 明报物语的意思 是不是 就从此以后说 就疯了 对 他这个其实 像尼采这种人啊 我们说他是 因为他是死于 十九世纪末 最后一年 所以很多人说 说他呢 生活在十九世纪 但他属于一个 二十世纪的人 而这种人呢 确实呢 在西方的这种 哲学思想史上 确实也有一些 就是正好 他生活的时代 和他思想的那个 展现的一种 新的一种价值体系 是完全不同时代的 你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的 古代的像苏格拉底 是吧 他实际上是 不应该生活在 他那个时代 他应该生活在 后来的 基督教产生以后的 那个时代 人们都对一个 理想的东西叫 苏格拉底有个名言 叫人应该追求 好的生活 更是于生活本身嘛 当然什么叫好的生活 当然他有他的解释 对吧 肯定不是这样一个 云云众生 这个沉溺在 其中的一个生活 对吧 他为此而 把生命都限掉 所以他应该 属于后面的事情 同样 像这个 卢说 对吧 他生活在十八世纪 但他应该 可能在某种上 他属于十九世纪 属于一个 充满了那种革命 充满了激情的 要彻底的砸碎 一个过去的旧世界 要重新改换 一个新天地 特别是法国人的那种 法国革命的那种特点 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他同样理睬 因为理睬 可以说在我们说 在哲学史上 在新方哲学史上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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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化石代表 而且我看 他也是一个 跟中国这个 尤其是近代史 现代史 鲁迅 鲁迅 很多这个大学者 大文人都声称 尼采对他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 他最大的特点 说实话 尼采最重要的 就是把整个西方 自基督教以来 这个两千年 差不多将近两千年的 这样一个 就是有一个核心 一个上帝 一个神 这样一个为中心的 一个为绝对真理标志的 这样一个 时代的一个价值体系 他给了颠覆了 他要重塑 重新铸造 一项新的价值体系 他这个颠覆是很厉害的 就是有人说 我们可以说 自近代以来 有一系列的革命 都属于那种颠覆性的革命 比如说 这个十五世纪末期的 戈白离的日新书 这个当时是个颠覆性 对吧 就是整个改变了 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的地 这个位置 对 以及我们地位 我们的本身的 原来以为地球是中心 对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以说是达尔文 生物兼华人 对 把我们人这种很高尚的东西 很崇高的这样一种 宇宙的精华 外国的领导 说这是从原来 从猴子这样一样的东西 里面变来了 好像又极大地 给我们真言抹了黑 对吧 这是尼采的背景 对 尼采的背景 在很大层上 就是在这样一种 我们说 就是在达尔文 这个进化论 这个基础之上 当然 尼采是否深厚到达尔文 影响 我这个没有考据 但他在哲学里面的意义 就跟这个参与 以及后来紧接着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实际上 他同样也提出一个东西 他就认为我们所有崇高的活动 包括你们从事的文学 是吧 你的这个喜剧 这样一些 所有的这样一种艺术 包括人类的经济 甚至政治活动 所有崇高的这种社会活动 和文化活动 他认为都是某种性冲动 尼比多的一个结果 是吧 是尼比多的一种扭曲的结果 这个又把我们人类 好像又贬低了一把 那么实际上理采正好 介乎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之间 那么理采这个时代 实际上就跟这样一个变化 就是人类的这种中心地位 原来是被一个 更高的权威给确定的 现在转向了自身 但自身也许可能比较卑劣 比较卑微 就是有一种那种崇高的 这样一种这个虚幻的东西 变成了一种 比较卑劣的一种真实 所以理采实际上 突出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是说 我们整个长期以来 整个西方人也是 苏来强调理性 但他现在要激发激情 他认为这种日神精神 是一种自顾 他强调是九神精神 这个迪奥尼说是这种精神 就是人这样一种 更高的一种激情 要突破这种外在的 规范性的刻板的东西 所以同时 他也把一个客观的标准 一个客观的权威上帝 他认为上帝死了 那上帝死了 一切那就怀映到每个人了 所以一个客观的绝对标准的崩塌 就使得每个相对的主观的这种个体意识开始 那是不是主张我的意志决定一切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实话 因为我们每个人只能用我们的眼睛看世界 只能用我们的思想思考世界 是个大实话吗 对 这当然是大实话 但是我们总觉得有一个客观标准 但是问题是这个客观标准 本身在不同的人的眼里 和他这种思维方式里面 它呈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古希腊人 他们的陶冶在剧场 在剧场他们领略这个悲剧就是对命运 对 其实咱们就说哲学跟人有什么关系 你比如说你原来 他他是 你别看他岁数比我小 我觉得你比我沧桑 对你 我就是小学中学大学电台电视台什么的 他这个又是创业公司的什么CTO 还是UFO什么的 就是 脱口秀啊 就是说 你相信命运吗 还是说我命有我造 你看好 我就觉得 顺着刚才咱们说那个事情去聊 就是之前我也会去想说 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就也是会不解 但你看了一些哲学之后 你就会理解说 我看到的世界是啥样 它就会是啥样 就是它不是 我这个麦动了 这个可能那个不专业 其实它可能不见得是 一个世界 而是每个人眼里不同的世界 哎 好嘞 咱聊到那个尼采 其实我觉得 他这一两年对我来说 特别这个震灵发挥一句话 就是他说要在自己的身上去克服时代 这个事情对我影响非常大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就是如何能跳脱出这个时代 就是你可以活得没有这个时代感 活出自己的一套生活 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就是不是时代给你的这些压力和痛苦 如何能跳出来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哲学能带给我们的东西 好多做喜剧的人 底下都有忧郁的倾向 对 你就永远就是这个这个鸡血满满的 就是可以 不是你们叫满血复活什么 是 反也没用 就是这个事情是在我看来 就他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然后我也同时不认为说做喜剧也好 做其他事 包括咱们今天对谈这件事情本身存在什么意义 但就是咱们几个聊一聊 乐呵乐呵 对对吧 然后哈啦哈啦 然后回去说 哎呀这个跟紫超这个这个文涛老师 赵琳老师聊了个天挺开心的 就完事了这个事情啊 你要说非说啊 这个今天到底聊出了个啥 那这个事就很烦我觉得 你不觉得生活里边充满了烦恼痛苦挫折 这些经验吗 有啊 而且是这些人 前人其实他们的痛苦啊 烦恼其实都是经历过的 而且他们也没思考出来个一二三 啊 就这些痛苦 包括咱刚才聊的什么躺平 其实你都能对应到之前的那个哲学流派 都有人这些问题全都想过 但也没人想不明白这个事啊 那我不觉得我的才智比他们高到哪里去 比如说像我 我觉得我得通过思考哲学问题 才能让自己得到慰藉 或者解脱 但是有的人呢 你只能说是天生又福气 前几天我还听我一个朋友讲 他说哎呀咱们一个朋友啊 这个心理能力啊 真是不得了的 有一次我是亲眼看着他在机场 就等于是几个方向上 他的这个这个家族啊 都出现了巨大的这个这个劫难吧 灾变吧 而且是在同一天 同时发生的 他看着都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办呢 结果这哥们说 不想他 就这个性格 后来你有点像这个性格 是啊 就是而且这个其实也是这个 因为我之前在互联网公司待过 就现代的这些做企业的 或者说互联网公司 其实很多时候会影响出这种性格 就是没事 有事我们去解决事情 我们去少考虑这些东西 没事有事我们就解决 一个事情一个事情解决 往往他又把那个企业做成了 但他们回头可能会痛苦 就为什么现在很多企业家 开始去上课 开始不断学这个企业管理 因为企业管理他们做的很好 然后开始学这些文理的课 就觉得说我这个水平 这些事情困扰不了我 但是有外部的这个冲击 包括我赚了这些钱到底为啥 今天这个喝五喝六的 到底涂个啥 所以说这就要去上课 就是讲这个过程 子超你觉得呢 就是经济不断的发展很快 然后基本上 你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你努力 你就可以成功 对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成功 别人对你的看法就是因为你没有努力 而不是去考虑 其实成功背后还有很多的 非 命运的因素 偶然的因素 人就会变得很内卷 你相信命运吗 我觉得我还是相信的吧 因为我觉得 你相信有一个你不能掌控的东西 有一个种命运的洪流 在操纵着你吗 对 我觉得是有一个人生大的剧本的走向吧 其实黑格尔也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历史上那些英雄人物和这种历史潮流 它到底有什么关系 如果没有拿破仑 会不会再生出一个类似拿破仑的人 我觉得是有这种关系 就人的大的命运的走向 大的剧本 我觉得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谁写好的 但是它肯定是有一个大纲吧 我觉得 就像我们聊天有一个大纲 但可能具体 你的发挥是不一样的 但是大的走向 比如今天是聊哲学 那可能这个大的走向是有定的 那个原来罗树在西方这些史上 他提出 就是说一个人可能有两种不同的一种生活态度 他把它叫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种他把它叫做 叫忧郁的快乐主义者 当然你也可能是一个 一个忧郁的快乐主义者 和一个快乐的悲观主义者 你可能骨子里面你是个悲观主义者 你觉得这个世界整个是每况愈下 或者是像我们今天 这个今天气候这么热 是吧 我们全球变软 这个将来很可能人类正在 没办法 这个无几了 是吧 这将人类自己还顾不上这个问题 天天为了其他的一些利益 搞得打得头破血流 是吧 所以这个很可能 我们这个世界整体正在走向灭亡 走向这个衰落 是吧 这个可能是一种 一个悲观的前景 但是呢 这并不妨碍 你仍然过好你每一天 你每天快乐 像湖兰这样 快快乐过好每天 尽管你在骨子里面相信这个世界 是整个是每况愈下 是越来越糟糕 而且是不可挽救的 它是一个悲剧 这是一种 还一种呢 就是你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 这个实际上是从17 18世纪 和欧洲开始的一种进步主义 这种进步主义 影响了我们全世界 然后我们都觉得 进步主义最经典的表述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 我们相信今天会 将来会好的 哪怕现在比较困难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处 但是一切都可以改变 所以这个人是个乐观主义者 但是他可能会被很多小的一些事情 他老是处在一种犹豫状态中 但是他并不妨碍他 相信世界是会越来越好的 所以这两种态度 确实是不一样的 您讲这个我就想起 我前一阵看那个姜文 一个小短视频 就说梁树明老是皱着眉头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然后后来他们就让姜文回答 然后姜文就说 我看只要永远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这个世界就错不了 就差不了哪去 这就是哲学啊 是 这就是哲学 是吧 哲学的一个提论 但对哲学家来说 其实有哲学家就是说 其实这个世界是不好 但这个可能是我们能获得的 最好的一个世界了 对 对 对 你看莱布尼斯说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就只能是 但其实比如说 之前我们从科学角度也会说 有人在怀疑说 是不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 咱们现在做的任何的事情 都已经是定数 对 就是都像过电影一样 只是过好已经既定 就刚才说那个命运的问题 但其实你看 就像我们打台球 其实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 去打这个白球的时候 你根据力 根据这个速度 其实你都已经能算出来 这些红球最后的那个落点 在哪里了 但如果你是当中的一颗红球的话 你其实是不知道的 你就跟着撞起 你也不知道你要去哪儿 但排球出发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你的结局应该落在哪儿 但你不知道嘛 你就跟着跑就是了 但为什么我们只能当球呢 我们为什么不是那杆呢 就是因为我们跳不出来 其实我们就在这个三维的空间里 我们跳不出来 如果你是杆的话 其实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终局在哪里 这就是哲学 所以我觉得 当然也有人说 这个哲学没有用 可是怎么说呢 为什么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在学哲学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看见所有哲学的书 都像看见这个武侠小说一样被吸引 就是他只要在说着一些东西 所以赵玲老师 我明白您的意思 就是说 真正从事哲学的人 注定是极少数的 对 但是呢 你要说 比如说这两年 他们说就像你说的 网上哲学课也很火 对吧 我自己觉得呢 很多年轻人 他会不会就工作也比较难找 竞争也比较激烈 人在这个时候 会不会想 活着是为了什么 或者 因为我总觉得 说实在的 当然孔老夫子的深意 我不能理解 但是表面上看 我就很难理解他这句话 他说未知生 焉知死 他的那个学生问他 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不是这样 我觉得要是不知道死的问题 我又怎么知道生呢 对吗 当然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 但是你总得思考出一个观 你的所有的一切 是跟这个来的 比如说如果是认为 就是死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对 彻底的没有了 活法就完全影响到你的 所以过去民国的时候 有一种学者 对道德情况很担忧的 其实他们这个里边 我觉得也是一种善巧的考虑 就说中国要进行因果教育 对对 就他的起因倒不是说迷信 而是说呢 老百姓 你看他也不是说 像这个西方有那种基督教文化 但是这个老百姓呢 他哪怕相信一个有因必有 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科学的原理因果律 对吗 做好事有好报 做坏事有坏报 至少可以让这个社会的风俗 对 向善 对对 他至少他有这么一种企图 对对 对是这样 对那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说这个因果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因果 我们可以 特别是我们经验世界因果 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来把握 是吧 给了什么样的因 就会有什么样的果 是 但实际上呢 如果要是说 把这个世界和未来的世界 连成一个整体的话 这个因果你至少在现实世界 你是无法练证的 对吧 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对吧 我们可以说啊 没有人我们不知道 死了以后会有一种 另外一种生活状况 我们从来没有人可以证明这点 但是也从来没有人可以证伪这点 对吧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用确凿的证据 就像科学里面的确凿证证明 根本就没有另外一个事情 没有人可以证明这点 诚如他不能证实一样的 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就留住于哲学 或者宗教去解决了 所以宗教和哲学它有很多地方是 我是听您说的嘛 说哲学家几乎没有自杀的 哲学家很少 基本上没有 而且哲学家呢还有一点 他活的都比较长 特别是古希腊的哲学家 真的吗 因为哲学家 柏拉图 苏拉底 苏拉底是 苏拉底是70岁的时候被别人处死的 对对对 柏拉图呢 柏拉图大概是活了 我一下记不太清楚了 反正他 谁长寿 比如说像这个高尔吉亚 据说活了105岁 是吧 还有这个 迪奥 迪奥根里 迪奥根里 还有这个像古希腊 当然有很多人 像毕达哥拉斯这些人 他们都活得很长的 是吧 都活得很长 所以这些词学家 那现在读学家 你看东部东西德里达 是嘎德蒙尔子 都是90多岁 100多岁去世的 是吧 所以哲学家至少很能长寿 对 他这个其实在我身上 哲学他可能更重要 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呢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 他是很专业的 对吧 而且他作为一个学科 作为一个专门从事某种研究的那种学科 他可能出现是最晚的 他是比什么文学啊 艺术啊 什么这个戏剧啊 这些东西更后产生 所以黑格尔有句名言 叫弥列瓦的猫头鹰 只有在黄龟时候才起飞 对 讲到这儿 我跟你说 我埋伏的一个东西可以用上了 对 我就是听你讲 叫弥列瓦的猫头鹰 黄昏时候才起飞 您跟我们先解说一下 是这样 因为弥列瓦是 希腊的雅典拉在拉丁的名字 对吧 因为希腊罗马 都是叫做一脉相承的 对 所以每个希腊神往往在拉丁 有个罗马有个拉丁名字 比如宙斯在罗马叫朱毕特 对吧 这个赫兰叫朱洛 那么雅典拉叫这个弥列瓦 阿弗洛特叫维拉斯 对吧 等等 所以弥列瓦就是雅典拉 而雅典拉在希腊 它是智慧女神 所以它有个标志物 就是猫头鹰 所以在西方的猫头鹰 就代表着智慧 是因为它是雅典拉的这个标志 所以猫头鹰呢 往往当然确实 它是黄昏时候才起飞 白天它在睡觉 对吧 但是黑格尔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弥列瓦的猫头鹰 那就是智慧 因为哲学本身就对智慧的热爱 哲学的词叫philosophy philosophy作为一个希腊语就是 philosophy就是智慧 所以何在一块 philosophy就是对智慧的热爱 而猫头鹰本身 弥列瓦的猫头鹰就是智慧的上升 所以黑格尔这句话呢 看起来是个大白话 猫头鹰确实是黄昏阵 但是它说的是秘列瓦的猫头鹰 也就是说智慧这种东西 往往是在一个人的生命 在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种文明的最后的黄昏阶段 才开始高高的熬下起来 此前都是别的文化形态 大放异彩的时代 文学 艺术 戏剧 奥林匹亚竞技会 包括其他的 甚至包括经济 政治这些东西 各种不同的这种文化形态 社会形态的那种发展 它可能都是在青春时候 或者壮年的时代 但是哲学组织在黄昏时候了 所以它作为一名学科 它是在黄昏时候 才开始完成高峰 就是说古希腊的文明 达到这个夕阳无限好的时候 是它哲学的最高峰 但是哲学本身又意味着 一个时代的生命即将凋零了 所以它也是个悲哀 就是人开始达到了一种 彻底的反思 达到了一种像哲学家那样 一种哲学的一种 反思的高度的时候 说实话 你的生命 你的人生历练 你的人生的经历 它已经都经过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开始反思的时候 恰恰生命也就开始要收官了 那你们再晚几年 但是这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了 我觉得更重要 就是哲学 还有一部分 我先让您看几张照片 完了之后咱们讲 所以学哲学有什么用 我听了赵云老师 讲这么一句黑杆的名言 我就留心了 你知道最近国家博物馆 大家都夸国家博物馆最近弄得有声有色 最近搞了一个古罗马的艺术展了 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 你看 我跟你们拍到了秘涅瓦的猫头鹰 我一看 这正是赵云老师说的那个 对 这是古罗马三神 中间是宙斯 那边是克拉 也就叫朱洛 这边就是雅典娜 又叫米涅瓦 就是 对 它旁边是猫头鹰 米涅瓦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个就是雅典娜在罗马神话里 就叫米涅瓦了 智慧女神 脚底下 你再看特写 这就是那个猫头鹰 对 这是个猫头鹰 代表这个智慧 代表智慧 所以就像这边 你看到宙斯脚底下 是一只鹰 那就是罗马的象征 罗马军旗就是阴旗 这个东西很神秘 你看 你看在国博 你顺便 我又看下两个 你看 这是萧 萧尊 也是猫头鹰 对 就是清通商朝清通纪的造型 对 那么它也一种 一种神鸟 对 然后甚至是咱们中国这个养韶文化 公元前五千年以前的了 你再看下边 在国博也是镇馆之宝了 最有名的 在养韶文化陕西出土的 你看 是不是也像一个猫头鹰的 对 像一个鹰 也是一个 所以我这是中西联想了 对 您就是 你看咱们现在就看见了 对 学点哲学 对 你看展的时候 对 你能辨认 这就是面前华的 对 他是 原来怪不得您也有点挂像 你看 你看他鼻子 鼻子 是不是 有点猫头鹰 猫头鹰表情哲学 对 所以呢 从这个时候 你再给我们讲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 哲学啊 开始高高高翱翔 就是说它开始成为一门学科 而且是最高的学科 这个时候拿到充分子诀了 这个时候当然是遭了 黄昏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 哲学本身作为人的素质 从你的生命产生之初就开始了 所以我老实说 哲学是人的一种宿命 我们人呢 一出生就被判出了一种哲学的徒刑 没办法 你不可能不思考哲学问题 只要你是个人 哪怕你没有任何文化 是吧 你大致不是一车 你一辈子都在深山老林里面 从来没走向这个繁华的社会 这都不妨碍你 总会思考一些追求问题 因为你没办法 只要你是个人 所以我在讲这个 在这个 那个B站上 讲这个 西方哲学二十讲 我第一讲 我看着就从 刊门大书三问开始讲起 就是一个 一个人到一个单位 一个没有任何文化的 刊门大书 对吧 他把你拦住 他首先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从哪里来 第二你到哪里去 第三你是谁 这都是最深刻的哲学问题 哎呦 就是今天进门的时候 都经过了哲学的考问来 但是呢 这个其实 你要从 你到哪里来 你从哪里来 你到哪里去 你是谁 这个问题 你要把它往上 不是就是认识 你把它往上 稍微提一下 它就哲学问题 所以我说 我做西方哲学 对吧 西方哲学史 我说 第一个哲学阶段 西方哲学史的第一个哲学 这个希腊哲学 他探讨的问题 就是世界北渊 万物的北渊 对吧 无论是后来产生的 所谓的唯新主义群像的 还是唯物主义群像的 他们都追问 这个大千世界 纷纷复杂 他最初北渊是 从哪里来的 是吧 是从水火土气 还是从什么树啊 罗格斯啊 什么理念 这些东西里面来的 他这不就是问 从哪里来吗 只不过这不是你 也不是我 也不是他 而是宇宙 这个你 对吧 这个大你 所以你从哪里来 后来到了西方 西方这个哲学 第二阶段 基督教文明的时候 基督教也是一种哲学 它是跟神学一样的一块 他最问的问题 就是你到哪里去 因为你到哪里来的问题 你已经信仰给你答案 是上帝在六天之内 创造乱算物 这个已经有难改了 神经里没有难改 这是颠簸不灭的 但是到哪里去 我们不知道 此后我们知道 你是上天国还是上地区 这个可能是中世纪 一直到近代 很多哲学 比较关注的问题 是吧 然后到了现代哲学呢 最关注的就是 你是谁 自我的问题 从理睬开始 越来越开始突出主观 客观世界本身怎么样 这种不重要了 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不重要 重要是对我来说 我是谁 是吧 这个问题实际上 最后就达到了自我 这样 所以我老师 我们人生 刚开始出生以后 刚开始医押学医的时候 最早学的词 可能就有我 是吧 最早就会说我爸妈 是吧 这最基本的词 一直到临终 我们最后的遗言 很可能最后还有个我 是吧 但是我们很可能活一辈子 都不知道 我是谁 谁是我 是吧 世界 认识世界比较简单 说实话 你认识世界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些问题 我们说 虽然个人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 毕竟还是有一种 主流的观点 是吧 你生活在不同的氛围 不同的环境里面 它有不同的主流的观点 但是我是谁 这个问题 确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了 所以这样是一个转折 当然在西方哲学中间 近代哲学 它是一个 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 和我怎么样 我怎么认识世界 和我怎么改造世界 这是中间还有一个插曲 就是我和世界的关系 所以 整个西方哲学 就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就问世界从哪里来 第二就问 我们到哪里去 第三问 我和世界什么关系 最后我是谁 它越来越开始 向自我搜出 是吧 越来越开始转向自我 我觉得就是 当我们思考这些事的时候 世界啊 自我的时候 就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需要闲暇 对 我觉得哲学家 或者说哲学 思考这些东西 最大的一个前提 就是闲暇 但是现在 现代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闲暇 对 然后我看那些 伟大的哲学家吧 一般他们的生活境况 分两类 一类是像 比如像舒本华这种 就是18岁 父亲死了 然后继承一笔遗产 对 才有钱 他一辈子都不愁吃 不愁喝 所以他当然有这种 闲暇去思考哲学 还有一种就是 比较的安平乐道 比如像尼采这种 他也没什么钱 但是他能在那种 非常简朴的生活中 找到满足感 对 那他同样有闲暇 去思考哲学问题 对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可能就是 不是 可能不是大家没有 这个 对哲学的兴趣 或者觉得哲学没用 而且 而是纯粹是因为 这种多现成的工作呀 这种 内卷的生活呀 导致你根本没有 片刻的闲暇 去 真的思考 哲学 这个呢 其实啊 我觉得 闲暇是相对的 对吧 闲暇很容易 一单是一瓢 你也可以有闲暇的 对吧 不是说 湖南就不能同意啊 一单是一瓢眼 就 咱还创业不是吗 对 你看 比如说 你说像理睬 像 这个卢梭也是这样 苏格拉底也是个穷人 一辈子也一贫如洗啊 当然亚历斯多德说 哲学产生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精益 一个是闲暇 对吧 首先我们要好奇 我们对世界 对自我 对所有社会 所有东西我们要好奇 其次我们要有闲暇 这确实是 但这个闲暇 我觉得在很难中 它确实在很难中 它是一个比较相对的 不是说只有 完全意识无忧 这个紧一遇十的人 才能从事哲学研究 绝不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现代人呢 其实 说实话 你即使说 那些最没有闲暇的人 他也不一定 比当年卢梭的境况 要更糟糕 当年卢梭什么境况 卢梭基本上 贫病交加 又没有任何背景 对吧 他从小就是 母亲早年去世 父亲后来出走了 他就是一个流浪案 对吧 后来在华人夫人 这个专员里面 受到了一些情感的教育 受到了一些文化的教育 然后就跑到巴黎去闯事件 对吧 这可以说真是移民不稳了 对吧 然后在 也疑问不明 对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当时到那个地方 创售就完全就是像我们今天那北漂的那些 泪主一样的 对吧 跑这去跟当时一笔启蒙 思想家都是年轻的 都是一些 可以说当时奋亲嘛 算是 大家一块闯世界 但是华人夫人养他吗 不 华人夫人那是早先啊 他二十来岁就离开华人夫人了 那后来他谁养他呢 他就是靠自己写东西 赚一点钱 然后主要是靠跟别人腾乐谱 腾血乐谱 他没有任何生活之缘 他和福尔泰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讲法国启蒙的时候 这两个人 一个是养尽土优 是吧 吃香的喝辣的 受到这个欧洲各国的这种 权贵的这种崇拜景仰 一个就是完全被别人看得上家之犬的 就是说到处遭着人攻击 这两个人完全就形成了 两个不同的这样一种类型 生活状况也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两个人 福尔泰比卢说大概大十八九岁 最后两个人都是一期七八年 两个人同年去世 两个人死对头 所以在法国去 我每次到巴黎啊 我都一定会要去一下 萨拉克总汉的那个先前死 先前死 下面下的地下死 所有法国的伟大的文化英雄 包括像居里富人啊 像维格多鱼果啊 这些伟大的文化科学的 这样一些巨博 他们都埋在里面 而一进去 两个面对面的两个人 一个福尔泰 一个卢说 是吧 这两个哲学家完全不一样 福尔泰那确实有闲暇 是吧 他一天到晚在他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庄园里面 从事他的批判 卢说就是真是黄黄然 如果上架之权 逼着到处好 是吧 一事无忧 而且这个一事无凿 然后这个平平交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是导致了他这条思想 所以这个就确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说这个人的这种处境 更多可能固然处境可以改变个人 但是首先你这个人 基本上形成了你的一种这种 气质 或者你的一种价值观 一种生活态度以后 在很大的程度上 实际上处境是被他所左右的 忽兰 这个问题最好你回答了 你最忙我看我们当中 整天跑通告 那你说这个看门口大爷的三问 你现在还有空考虑吗 但其实我觉得 没空考虑往往是个好事情 对 就因为你有空考虑了 其实你就已经是向哲学去寻找答案 寻求帮助了 就很多人其实忙忙忙 你不考虑这个事情 其实没什么不好 就因为你不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我们也在说 你是想当一个这个 无所事事的猪 还是想当一个这个 愁眉苦脸的斯科拉底 对不对 你想当什么 我要是能安平乐道当那只猪 我当然想当那只猪了 那只猪有的时候 他一思考吧 他就成了一点点斯科拉底 这是非常麻烦的 这是非常麻烦的 我要是能终日啥都不想 当那只猪安安稳稳的 当然特别开心 对 但往往就是 你就开始会去想说 哎 我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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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哪里做错了 或者说我做这个事情 要到底是为了啥 这就麻烦了 这就开始要从哲学里面 去寻找答案了 但哲学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 你看刚才我们在聊 其实 很多那种 大不头的书 其实也是看不进去的 是 对 看不进 那个B站上面 那个邓小芒老师的 那个精神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五百个小时 不太好看的 没人看 就是实话实说 就是这些年轻人 爱好哲学 也都是 只有搞专业的一个人 也是去看 那个全是睡觉的 就想要睡觉 去看一会儿 就只能看看 浅的这个哲学史 其实也是一样 然后就看看 哪些画 说哎 这个东西好像 对我现在有用 就像看紫超说 像抓药一样 甚至有些东西是矛盾的 对 我前段时间 是这个心经 我需要这个画 我就拿这个画去慰藉我 这段时间 哎 这个画好像对我有用 就去抓过来 但哲学家 其实也特别好 就是哲学家 不歧视我们这些爱好者 这哲学家 还有说这个 什么是哲学 哲学史就是哲学 他说他这么说 他说你们现在看这些 也是哲学 那挺好的嘛 我也觉得 我看的就是哲学 所以说就是各取所需 然后从这个里面 找一些这个精神试量 所以说 其实你说这些年 我是感觉说哲学热 经常说又哲学又热 但你说热不热 也不好说 你比如说 我们这么说 去这个寺庙里面 烧香拜佛的人多了 就代表佛教热吗 也不是吧 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个可能最重要的 一个问题 就在于这个哲学 和哲学史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 我们是团是专业 做哲学 那么我觉得 因为哲学这门学科 它从最初产生之初开始 一直到今天 它都和科学 当然也和宗教和神学 它都是有很大差异 尤其跟科学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 它是一门 一定要有确定性答案的 这样问题 这样一门学问 才叫科学 客观标准 所有人 不管你是中国人 你是英国人 不管你是主张 什么样的观点 你都得承认 这个刘顿三大定律 承认这个万有引力 定律 你这个东西 否则的话 你得出一个观点 跟它相反 那大家肯定觉得 你是个疯子 不是个疯子 是个骗子 这两个问题 但哲学不一样 哲学自产生以来 一直到今天 哲学它是没有定论的 哲学探讨的问题 它是不能在实验室里面 做实验的 因为它探讨的核心问题 都是形而上的问题 就是超越经验的 我们说的这个形而上的 它的原始的反译词是经验 而不是辩制法 不是这个我们在大学科 本里面学在 这个形而上 学在辩制法 对你不是这个 它的经验 形而上就是超越 这个经验 我们中文翻译这个词 翻译得极好 这个Metofi 这个中文翻译的 当然是日本人当时 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易经》 《周易》里面翻的 叫形而上者为之道 形而下者为之气 气就是个东西 比如说这杯子 这个桌子都是气 而形而上是个道 而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哲学关注的 核心问题是形而上的 而形而上问题 最大的特点是 不可以在经验中来练证 你不能像这个加速度 像这个惯性 你可以在实验室里面验证 对吧 但是它这个不能验证 所以正是由于它不能验证 所以每个人对哲学问题 这种思考是不一样的 跟你的环境 跟你的背景有关系 你从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受到什么样的教养 你在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之中 你自然就会随大溜 就形成那一种 这个社会的主流的哲学思想 您比如说您刚才讲 这个先而下者为之弃 我就想 中国古代人还讲一个叫君子不弃 我可能不能理解它 我的理解就是说 人不能当工具 对 那么就是说 因为人本来就不是工具 所以在哲学上 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异化 当年马克思经常提 就是说你看 人工人 怎么变成了机器的工具呢 因为人本来是权活人的 不应该是这样 有灵魂有思想 爱好多元 对吧 一会打猎了 一会谈恋爱了 他这个是一个自由的人 对 他怎么会变成一个模子 一个工具呢 对吧 那么说君子不弃 对 可是你看 那天我听你们这个脱口秀演员 我觉得也很感动 从某种程度上 他们有 你们有艺术性 就是尤其是你像忽兰 他也想表达 表达一些对于社会的思考 但是对他们来说 有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主要是要 首先要让观众乐 还是主要是你个人得以表达 对 那我们毕竟还是一个服务性 对 我们是一个服务性的 我们首先要服务于 他必须要让他笑 对 我很感动 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讲 这是君子不弃 对 这跟这种 那就是说 我们都是主观上 很自觉自愿的 对 愿意作为一个观众的工具 只要我能让您快乐 对 我的价值就实现 对 我很高兴 对 但这个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 这算不算人的工具化 但其实因为我们和包括我 其实我就尽量不去纠结 别说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工具人 那因为你把它给扩大范围 那尼采不是工具人吗 都是一样的 咱们今天在这不都是工具人吗 所以尼采疯了吗 对 一样 真的活得快乐的 其实也是一样 对不对 他就被赋予了 你要去干那个事情 你就是一个工具人 所以说那我就不去纠结这个事情 那我既然是工具人 我就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其实就很正常 这可能还是 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在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都被定位了 是吧 比如我是一个教师 是 你是一个脱口秀员 这个刘老师是一个作家 是吧 这个文涛 你是一个主持人 是吧 对 那么我们这个每一个行业 它都有它的规范 这个规范要求你必须 首先要实现这个规范 所要求你达到的宗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一个职业的 一个道德 这个时候你必须服从 这样一个职业道德 否则的话 如果你始终要超越这个东西 你就会活得很难受了 你就会变成一个风子 这样的难受了 理睬实际上在某种上 他就是不愿意受 任何这种规范的约束 他要打破所有这些规范 他要重新促造一套 新的价值体系 一套新的规范 这种规范是以他心中的理想 为开博的 或者为模式的 这个我们说我们人很难做的 所以你所思想也很 对 我们每个人可以在 精神上是自由的 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符合某种规范 某种职业 某种行当 要求我们的那种行为规范的时候 我们意识到 我们是在做一个职业的 这和我自己 我最好 但是最高的境界是 能够把这两者笼统在一块 一个方面又能够率性的 把自己想讲的东西 表现出来 有一种艺术感 同时也果然能够引起 观众的这个热爱发酵 没错 对 你看我们就找到了哲学 在现代对于个人安身立命 我觉得哲学对我的安身立命 作用非常大 这些思考 比如说当年二战之后 很多哲学家 像是那个叫什么 汉纳 阿伦特 是吧 就在探讨这种 奥斯利辛集中营里的 一个屠杀的一个 一个工程师 一个工程师 当然那是极端的情况 可是更一般的情况是 我也是个人 对 我不能丧了良心 对 你这个良心呢 是属于你这个灵魂 就是你有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说比如脱口秀 搞笑 对 我哪怕就是让观众乐 但是比如说我怎么着 我也不能拿残疾人开涮 对 这个 对吧 你因为有些职业 你会发现 坐着坐着就丧了良心了 对 他沿着他这个职业的特性 他如果去到极致之后啊 人性他 对 他忘了 他忘了 对对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你看 每个人你离不开 你像忽兰 你肯定也有你的正义感 是啊 对 我其实觉得我这些人讲 当老师啊 你知道从你当学生的时候 我反正在五大讲科 还算确实这几十年多 还是比较有名气 但是我老说 我有时候在讲 为什么我会自己 我觉得我讲科还讲得不错 受学生欢迎 我后来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 我说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 如果他首先不能感动自己 他就不能感动学生 所以我每次讲科 我都跟第一次状况一样 我都处在一种 我只要往讲台上一站 我就能够进入到一种这种 就是我虽然我说 底下观众多少 对我来说有一定影响 但是不是绝对的 对吧 有时候对我来说 哪怕空无一人 只要我家里面有一个人 只要他是个人 我就能进入到一种状态 因为我觉得 我首先 忠实于我这样一门学问 我这个职业 要求我做的事情 对吧 而这个事情就是我热爱的 所以我首先得感动我自己 然后就可以感动别人 同样很多大学老师 为什么你在听他讲科 就觉得好像是赵美宣科 听起来卫同桥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不能感动自己 他从里面没有快感 他在讲科里面 他得不到一种感受 所以我觉得真的 我每天 一到今天我都快息时了 我每次只要一站在那讲科 我就能进入状态 我觉得 我始终 我觉得我很热爱他 所以这样我实际上就把 我个人的这样一种兴趣和 我这个职业要求我的操守 我觉得就很好的结合在关 所以我 紫超刚才想说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挺 挺难得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 是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意义 对对对 他把工作跟自己的 就他在工作中 或者在那种工具人的状态下 他找不到一个意义 找不到一个快乐的源泉 就怎么能把这种 身为工具人 就从这种 你进这种社会属性 这个责任的这个同时 你能从中找到意义 找到快乐 其实这是 这个我是觉得 怎么能从哲学中 去找到一些灵感 这个是我觉得挺重要的 这现在有个词 叫专业激情主义 您说这个 我觉得在咱们五大 挺有名的 五大老师好像 当然别大学都老师都好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记得 我记得我们是中文系 有一个老师叫李静一 李静一老师 因为我不知道 他学受成就 我不了解 但是也是学什么爱琴的讲课 就因为啊 你看见一个人啊 特别有机 像很多我们原则派的 那个这个观众啊 我有时候发现 你看我们请一些哲学家 甚至请科学家来 他们的反应也非常有意思 他们就是说啊 听不懂也爱听 就是看见一个人啊 眉飞色舞 激情满满的 讲着他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 就你觉得他发光 羡慕 他本身 那当时呢 李静一老师 我记得大家其实 七月背什么 就是欣赏他的激情 对对 他自己陶醉其中 而且我看主要是朗诵 对对 他讲到满江洪汗 怒发通过 哇 那个师生之间 对对对对 就好快乐 你知道就是一个人 能够 你也讲了 我就觉得就是紫巢说的 就是这些观众 他就带入自己之后 他觉得说 我天天在公司做PPT 我也不爱做 但还有人能做着 自己喜欢的事情 虽然我听不懂 对 但是他这么热爱 我就羡慕 我也想像他一样 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对对对 他们说你做脱口秀就是 就是说等于自己找着了个 自己的自己的理由 是 就是说又是工作 还能谋生 对对 而且呢又是喜欢 对对 是 而且尤其是最近一年 我经常做其他事情 发现我也做不好 然后就跟周围朋友说 我说这些都做不好 我就只能做好脱口秀 他们说你什么时候 学会POA自己了 对 我跟你讲一个小小故事 就是2017年 刚才还跟这个紫涛说的 2017年的时候 10月31号 我跑到德国维腾堡教堂 那个是为什么 因为500年前 马蒂努德在那贴出了 95条论纲 开启了整个宗教改革 然后开启了整个 西方现代化的最早的源流 那是功务可莫 非常重要 当天我们上午去 下午摩克尔也去了 德国总理 当时的德国总理 我是2017年去的 他是1517年 隔了整整500年 10月31号 那马蒂努德 他有一句话 对我印象特别深 他当年在这种极强的高雅之下 他坚持他的观点 他当时在 沃尔姆斯宗教会议上 面对着很大的 天主教的压力 以及神师罗马帝国 皇帝的压力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他说 最后一句话叫 这就是我的立场 我只能站在这里 就是他找到他的思想 找了他的意味 找了他的所有的那种生命 所谐 所以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行业 都是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我在讲台上 我也决定了 这就是我的立场 我只能站在这里 我可能干不了别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 我能够找到一种快乐 人生说实话 各种可能性 发展可能性都是有的 但是你只要 找到了一个属于你的 而且你觉得非此莫属 你可能会这一辈子 活得很快的 小时候每一天 成立在我自己 这样一种热爱 这样一种学术之中 然后我觉得这个 同样你像李静怡老师 他们说 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想 我们这个时代 说实话 自近代以来 尤其是科学发展 尤其是科学技术 这种长途发展以后 我们这个时代 越来越没有失忆了 我们这个时代 是个散文的时代 对吧 我们没有失忆 古代人不一样 古代人啊 不管是中国的 唐宋时代人 还是西方 希腊的时代的一个人 他都是生活在 诗情画意之中 他都是诗情画意的 就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很难理解 人怎么可以 在诗子里边生活 就像古代人 很难理解 你今天怎么可能 在那种散文化的生活中 将来生活一样 是吧 他什么东西 你看希腊造型 奥林匹亚竞技会 这都是展示的 是吧 然后希腊的 所有的文学 他都是用诗子体 而且是合着运 合着运 然后还奏着运 他是诗歌乐武士为体 同样你看唐朝那些诗人 他也是 不是像我们今天 什么床前云云云光 一时地霜霜 不是这样念出来的 他是赢出来的 就像刚才你 写李金医老师 对对对 他是赢着 而且他还是扮着五步 他有时候还扮着五步 他还在奏运 这样一来 人的是生命的 全方位的展现 这就不光是 只是把语言让你用 通常思想来理解 你实际上是感受到 是一个整个 就像海德格尔说的 一个天地人神 思维 维度中间的 一个活生生的 充满生命的东西 刚才咱们讲 就是人的异化 就感觉人到后来 得分开 对分开 但是呢 在某一个时候 似乎是全会人 是合在一块的 对对对 你看这个柏拉图呢 他一方面是 毕达格拉斯 那个学派受很大影响 他讲究要数 这个数字 但同时呢 他是诗 诗情画意 柏拉图 就是他们那个 对世界本源 我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他是像诗人一样 后来尼采的哲学著作 写的也像诗一样 尼采就是要回到 那个时代 柏拉图 他就认为 后来的2000年 你就想 他那是一种什么生活状态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容易 当代人容易怀念过去的时代 我看过一个电影 就是五叶巴黎嘛 五叶伦拍的 就是那个 他穿越 偶然穿越回了 这个二十世纪初的巴黎 就是海明威 海明威那个时代的巴黎 他觉得特别好 特别美好 然后结果他在那个 海明威那个时代的巴黎 又碰到了 想穿越回这个 更早的法国时代那种 法国巴黎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人 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是 一直会对 过去的东西有一种 因为他已经逝去了 所以他有一种光彩 尤其是当我们现实 过得没那么愉快的时候 就会幻想 古代是好的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代 可能也同样是 也会面对我们现在的 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痛苦 所以我觉得这个痛苦 其实是恒长的 那个时代都会有 但是当我们去回忆的时候 他可能有一些光彩 我们能从这些光彩里 找到一些安慰 我觉得就是这样 你的 我同意 我其实也是想表达 其实我就是觉得我们看到了 还是那个时代 少数人的实情化意 就是对吧 就是如果说我们穿越回去 我们也是种地的水平 就是我们也成为不了柏拉图 我们也没有机会实情化意 所以说其实 你我也同意你的意见 这也是我的感受 就是实际上啊 这个岁月的余晖啊 留下来的是 那个年代最闪光的 对 每个年代 你想柏拉图这些人 这都是人中龙凤啊 这都是就像 就是这个古今童一凯啊 就像这个王羲之写 这个蓝亭集序 我觉得写的是最好了 他也说的是最实在 大概意思是 我们一帮人去玩 已经是说 好美呀 仰观宇宙之大 复杀品类之盛 然后到最后一想 总有一天会死啊 背负 然后他说 我为什么要写下来这个啊 就是说一世 不管多少繁华 多少美乐 早晚 中期于尽 长寿是不可能的 不死是不可能的 对吧 然后说呢 我今天想我以前的人 他们发的也是这个感慨 后世的人 看到我这篇蓝亭集序啊 也将会跟我 同一个感慨 但是有一点 我知道有一点不一样 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整个环境的 一个大变化 这个是没法比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古希腊人 我说了 他们是在剧场里面长大的 我们是从小 提海战术 长大的 是吧 我们从小说一提 我们这样一种 像数学这样一种计算 它导致了我们这个理性 最大的可能就是 金鱼算计 是吧 我们一定是 看着这个成本 得到多大的收益 我们从小就开始 设计人生 都是这样的 是吧 我包括选择商业 选择什么学校 最后工作 找什么工作 他都是首先这样的 他充满了这种 从小的这种 数学的教育 这样一种计算 这样一种提海 在树培养 什么的那种教育的结果 是 但是你是在剧场里面 那种在诗歌乐舞里面 氛围上 你可能更多 那种情感的东西 会更丰富 但你最后 你计算的 打不过斯巴达 就是必然 斯巴达人 他也不能说 这个了 只能说 怎么说了 这个可以说 后来 你可以更有一个意思 罗马最后 征服了希腊 是吧 对 这个确实 我们说文明 不在于 它是否强 当然 因为我们每个人 只能做一个人活 我们生活在 什么氛围之中 而且是不是说 当年希腊的 这个雅典的 这个民主制 是不是说 其实真正的 这个有投票权的公民 他也就是占人口的 百分之十 七分之一 雅典就是说 当然各种各样 不同的统计数据 有一种说法 就雅典祭司大仗 伯利克利的 这个鼎盛时期 大概他的公民人数 大概就4.3万人 但是雅典 所有人家的计划 包括奴隶 31万人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只占七分之一 那那个时候的奴隶呢 他们的精神生活 奴隶他们没有 任何时候 奴隶在当时 从希腊到罗马 他基本上不属于人 他属于 在罗马属于物产法 对吧 他属于物 就跟你家里的工具一样的 他是没有 因为那个时代 他是个奴隶之社会 他那个很明显的 所以你看 我们也要看到 时代的进步 那时候七分之六 都是务权的 但今天你看 奴隶解放了 我们都获得了 人的尊严 可是实际上 后来你觉不觉得 像比如说 好多互联网公司的 马农们的什么的 他们又有被 重新被误化的 这个危机呢 这才是最重要 你今天这个比例 都是对的 是不是 我觉得 为什么比例是对的呢 基本上就是 一个人管 这个甚至是 现代互联网公司 基本上说 一个人就是管七个人 这是一个最完美的 20% 80% 就是说这个组织结构 说一个人就是管七个 这是最好的 你看看这个比例 是跟那个 对对 杨典那个 那那七分之六 该怎么自处呢 我不知道 这问问张老师 我也后期这个话题 你觉得他们活的 就感觉拧巴吗 我觉得 你让我想想 你自己好像 在当年创业的时候 你没这个感觉 但其实也就是 创业就是 他用很多 比如说 钱啊 或者说 这个 职位啊 这些东西来去 让你获得一定程度的 这个满足 就是说 比如说 他给你规划一条 你的这个生殖路线 你努力没有这个路线 对吧 他也没有说 多少年多少年 能成为公民 但我们现代人聪明 就聪明在这一点 就是说 你现在就是一个 基础马弄 那你过两年 是一个高级马弄 然后你过两年 其实 有份肉在前面掉 对啊 你一二码 这奴隶 高级奴隶 奴隶总监 是一路这么上去 但这样子 大家其实就是 心里好受一点 但你也有 就是优积社会的 一种逻辑 它前面老有一个骨头 然后你觉得 你拼命跑两下 就能掉到那个骨头 他一直给你一个 就像一个大饼吧 就所谓 我们他们互联网公司 说画大饼 其实就是画一个东西 然后你觉得跑两下 努力跑两下 就能吃到那个饼 然后我觉得 可能慢慢的会变成一种 那个饼越来越遥远 那这个时候 你还是不是觉得 这个东西是可行的 就是那个 那个人的工具性 是不是还能坚持 就是一个 那后来你觉得 有够的一天吗 有只停该差不多了的一天吗 就靠你自己 能不能想明白 这个事来去停 只能是这样 你要想追求这个 你永远可以追求 下来 等于永远给你创造各种 你下一个级别 想要去够的这个东西 而且人好像也是这样 就是你一旦有了好条件 其实你也很难往后退 对吧 就是你说 我这个吃好的吃习惯了 突然让你这个吃差的 你又觉得不习惯 但其实他也是利用了 你这个特性 来一步步驱使 你去干活 往前走 这个就可能是 现在社会比那个时候 更稳定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组织结构 分工 其实只是更聪明 所以你这个青年人 你能理解中年人的辛苦 特别能理解 我还能理解青年人的辛苦 就是刚才就是说 一些互联网公司 今天就做PPT 去干活 写代码这些朋友 到底如何能 感受到 或者像看到节目里面 这些科学家一样 说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我也想像他们一样 对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所以我觉得特别牛的一种人 就反而是 那种 比如说他以前是马农 他在北上广 有买了一套房 贷款 然后他突然就决定 比如说我把这房卖了 我回到县城 买一套县城的房子 然后这边呢 因为卖了这个 这个北上广的房子 可能还有一点 这个积蓄 我把这积蓄放到银行里 然后吃这个 理财的这个收入 然后我就把我每月的这个生活 或者我都 我对物质的欲望 限制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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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收入这点钱里头 就过这样的生活 他们就是 有人说这是躺平的生活 但我反而觉得这是 一种挺了不起的吧 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就是 他找到了一种 退出的机制 就不是在这种 单向度的社会 单一的评价体系里 我还要跟着 这个单一的评价体系 一起卷 反而是我找到了一种 另外的一种活法 而这种活法 我觉得是 对任何人都无害 然后 我觉得是挺了不起的 由社畜变成人畜无害 对 而且会后悔 但是我觉得 很多人后面会后悔 怎么会后悔呢 没有 他就说 我房子卖了 你看前两年 他把房子卖了 然后他就开始说 我要不卖的话 这已经是 房子都回清了 房子都回清了 那要现在吃利息 我又怎么怎么着 这是个人 就是很奇妙 所以我觉得 我们说 刚才说 这个奴隶好像是解放了 是吧 我觉得这个 其实奴役状态 也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它跟自由是个对立的概念 是吧 就是说 在很多方面 随着这个社会管理体系 越来越发达 这个社会分工 越来越细密 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 高科技的手段 这个越来越发展 我们人到底是越来越自由了 还是越来越不自由了 这是个大问题 对吧 实际上在我们说 到底是奴隶变成的人了 还是人在某种 另外一种意义上 更多的变成奴隶了 古希腊时候的奴隶 是身体上外在的奴隶 解脱了身体上 被奴隶的状态以后 可能你的精神上 还在被什么思想和观念 给奴隶 对对 就是 所以从这个意思上来说 追求精力中间 这就是思想 其实我们现在的科技本身 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网络 一个家属 一个家属或者一个自顾 他把你捆在里面 你只能按在里面 而且随着科技越发达 人实际上越没有自由 人的自由越少了 你只能想一想而已 科技越来越把你算得准准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这个科技有一个 当然有积极面 但是它的这个消极面 越来越需要警惕了 对 因为呢 它对你的这个大脑机制的研究 对 越来越深入了 对 于是呢 到最后你还真就变成了一个物 你是 比如说啊 现在这个 这个扫 这个各种各样搜索机制 是吧 对 本质上就是一种多巴胺 多巴胺机制 对 其实人的大脑 现在我们弄得越来越清楚了 叫多巴胺 对 但是让我们享受当下的 这个有很多物质 其中比较主要的一种叫内非钛 然后呢 但是问题在于多巴胺的这个骗局是什么呢 它老是保持在想要 对 想要 但是你看很多东西你一买了 你马上觉得不太想要了 这就多巴胺消失了 多巴胺促使你想要 比如说他们就说很多企业家 为什么会变成挣了多少钱 甚至他可以不享受他的钱 对他来说粗茶淡饭 他也真是一淡食一条饮 他已经被控制了 他就需要那个数字 对 这种人在大脑神经学上来讲 就是追求多巴胺快感 对 这是一种类型 就是他其实是上瘾了 上瘾了 对 他老要这种对一个东西所期待 比如说你有一天走过 新开了一个那个比如说汉堡店 我想吃 这个时候是多巴胺 对 但是你吃了一天第二天不想吃了 因为你不能享受这个当下 对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 他当代社会 他就前面那块肉啊 对 他就总是吊着 因为人从动物以来演化出来的谋生机制 你的大脑就是促使你老就想 其实狗熊白棒子 要了你就扔 要了你就扔 但这样的话就是被奴役 对 而且更重要是这块肉是高科技的肉 这块肉他还可以知道你想要它 这一点更重要了 是吧 他现在你看 我因为他平时上瘫了 但是我比如说我哪天看看这个二手房 很快就有房产公司跟我打电话了 他就知道我看了二手房了 对吧 我想那到底是我获得了自由 还是我完全被他们这个电脑就捆绑了 对吧 他马上来通过你 然后你的电脑上 你这样一看这个摆 我因为平时也不看百度 他就出现大量跟这个有关系的信息了 所以我说这块肉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被动的肉了 这个肉是个主动的肉 这个肉是高科技含向 他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 他进一步的诱惑你 是你不能问 所以现在看来 就大概只有这个大脑是不是前作业这一块 大脑皮层 这个就是说 这个哲学思维 对 可能有助于 还是个那个管理你的这个多巴胺 对对对对 让你别完全那么生物的 对对对 百合这块肉 或者至少在有限度的范围 对了 你看就是比如说我原来 那生存都有困难的时候 确实就是啊 确实顾不上想别的 您先活着吧 活着就想活得更好点 房子再大一点 对吧 什么都能好一点 但是呢 好到一定程度 我估计忽兰 你可能还没到这个这个岁数 到一定程度 确实是会产生一个 就是说 哎呦 觉得还能不能挣钱 钱是挣不完的 还能 但是还需要去做一些不想干的事 这个或者说 即便是想干的事 超量的去干 也会变得不想干 到这个时候 其实是哲学 让我明白 人生为了什么 比如说 我觉得那个话说的 那就是哲学家呀 就是死了之后 都占那么大块地儿 对 挖出去的钱 才是你的人生啊 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 这个高升费啊 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开始想想这个内飞态 对对 我该怎么安详一些 对 我的这个 对吧 你会到达那么一个坎 那个坎上能够阻止你一直往前掉那块肉的 对 可能是哲学 你觉得是 对 我觉得现在 不知道张老师怎么想 我就觉得 哲学的进步速度 没有科技的进步速度快 就有点跟不上 摩托英 摩托英头发都白了 对对对 自从19世纪末 黑格尔时代以后 19世纪中期以后 他几乎就像罗素说的 他在科学和神学两者之间 遭到了双方的攻击 后来你觉得 就是在努力事业 怎么这些 整个这些过程中 你觉得疲惫吗 你有想过休息一下吗 或者放空 就什么都不干 我偶尔会害怕 就是 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干 我就再多看看 因为 整个这个这个这个时代 包括环境的不确定性 就不给我这个安全感 我觉得如果过了几年 大家不喜欢看你在这边说了 那你再努力也没用了 那我还不如这两年努力 就把想说的说了 想把想表达表达了 其实会有这种不安全感 哦 你不像我这个 反正已经过去了 再想干也没机会了 咱们学些哲学 所以你看 人生不同阶段 对 所以迷你完了 猫头鹰 最后在黄昏的时候才起 你还没到 你还没到 还没到黄昏 但是你说这个哲学 现在困境 我最近呢 倒是跟好几位物理学家聊天 我又觉得呢 对 他们反而谈到一个问题 也离不开哲学 对 比如说呢 平行宇宙理论 假说 假说 对对 那么就是说 列出了 我看了一本书 它列出了十种平行宇宙 但我觉得物理学家 也是精算师 对 就是科学家真的是精算 他们考虑到任何一种可能性 比如他说 有一个教授 有一天上课的时候 突然想 他说当我们考虑了种种平行宇宙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考虑到一种 就是 什么都没有呢 就nothing nothing under nothing 就是 什么都没有 对 数学上的零 对 是不是一个 存在呢 对 是 这个其实就是哲学 对 其实我是温国研究 这个量子理论教授的 我说我就有个想法是 我是不是机器生成出来 就是你们都是NPC 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世界 对对 但有可能是另外有其他人的个人的世界 对 说我解释不了这个世界 是 他说有可能 是 确实 对对对 就非常厉害的物理教授 说解释不了 因为说实话 我们要从这个自然世界来看 这个自然世界本身 就是按照我们今天最科学的语言 比如说宇宙杀巴战 里人这样一种假书 是吧 就是说从137亿多年以前 碰的一下 从一个原始的起点开始爆炸 然后膨胀 红 然后眼中 这一切里边都充满了某种非常奇妙的东西 对 是吧 就它为什么会是要进化 为什么从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 从无生命到有生命 从无机物到有机物 它这里面有个程序在里面的 是吧 当我们作为 我们是后来 137多年以后出现了这样一个生物 我们觉得它就是自然 它就是应该这样 其实这恰恰是一种最不讲道理的说法 是吧 就是说它是这样的 所以它就应该这样 其实它为什么这样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很多一流的科学家 他要考虑这个为什么 就像刘顿一样的 刘顿不仅翻向世界受万有引力 受这个三大定律的影响 他还要考虑 为什么世界会有三大定律 为什么会有万有引力 他认为这个东西 当然他是从他那个宗教背景的指楼上 里来解释 是吧 同样现在也有一种叫智能设计 就是说可能有一个 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一个 我们人没法想象 因为我们的想象能力是有限的 就像我们这个杯子 我们的理性就是杯子 但是我们这个杯子装不下大海的 对吧 所以你这个杯子 你怎么装大海 你就只能装了一杯 所以就像我们也没法想象 那个更高的东西是什么 也许这一切东西 都是首先已经编好了程序 对吧 程序员 但只不过我们不认识这个程序员 程序员就是那台球杆 对 他不是台球杆 他是那个操纵台球杆 操纵台球杆的人 然后你发现这个G是9.8 这可能就是一个游戏的设施 即使我们玩游戏也是一样 所有你算出来的这些物理系数 可能就是人家一个设施 这个他确实很奇妙 你不思考就吧 那你要这样你还忙活什么呢 是啊 就是那我还能做啥呢 我是如果是一个游戏里的人物 我就忙吧 那我还能 否则我还能再做其他 那我就违反了 干嘛啊 我还按照你给我大脑设定的程序 这就是 这就是哲学的意义了 哲学意义就是你在主观上 精神上你可以超约它 但是这并不妨碍 你在客观上还是按部交班的 遵循你自己的 我怕的是 他万一又不是个游戏呢 对 跟我们说2012是世界末日 很多人说是啊世界末日 我就躺平我就得了吗 那万一不是呢 过了那一天你怎么办 谢谢小市民 对对对 那是 对对对对刚才想看 所以那个物理它不是physics 哲学或者形式上学叫metaphysics meta就是超过物的超过的 就是说我觉得物理的或者说这些宇宙这些观念 最后的尽头都是哲学观念 所以亚里士德德也写过物理学的书 对对对 他是这样 当年这个metaphysics 他说的是一位希腊语 他是当年亚里士德德这个人摆个全书 他什么都研究 天上地下没有他不知道的 所以他不仅只有我们说狭义的哲学 他也有物理学 他有伦理学 有政治学 有什么美学 叫思学 这些东西他都搞 但是呢 他有一块最重要的 他自己把它叫第一哲学 当时他的弟子们在整理 编串他的思想的时候 就发现这一部分 又不能放到物理学 又不能放到伦理学 又不能放到政治学 什么都不能放 但是又是最重要的 亚里士德德本人最强调的 最重要把它叫第一哲学 所以就当时把它编在物理学后面 临时编了一卷 起了一个权益之计的名字 叫metaphysics 就是在物理学后边 他编在后边了 当时我们中文 把它翻译为叫形而上 翻译得特别准 特别精准 为什么呢 他就是研究了 最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 那个叫形而上 就是道德物理 我看说到根上 还是这个柏拉图不是讲吗 说哲学起源于精益 这亚里士德德说 亚里士德德德不是柏拉图 一切感到惊讶 惊奇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会死 为什么宇宙的边在哪 对吧 其实就这个精益 而这个精益呢 是以咱们所了解的动物 绝对不可能产生的 对对对 我最近看看这个 马斯洛的这个心理学 马斯洛其实我发现 他也有一种哲学观点 他就说啊 现在科学太多的 把人当成动物研究了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什么 多巴胺的内飞太 好像人这是动物 他觉得人就是 吃穿用住 然后产生了 对安全感的需要 下一个层次 你要要求被尊重 要求被尊重完了之后呢 你就要求自我实现 最后这个自我实现 最后我要探索宇宙 最后我要作诗 我要自我表达 他就说 这个人可能不是科学 现在所发现的那么简单 对 这就是哲学的部分 他认为人是万物之灵 不可能这么简单 你为什么要寻求 这个世界的惊叹 哎呦这么美 我们死后会怎样 他认为我们还没有发现 人可能还有很高的那么一个 就你说的 心而上的部分 也许是真的存在的 应该存在的 其实人就是 既是个物 他又是个神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科学技术发展 越来越把人当这个物 当这个动物 对吧 就是个动物 生老病死 对吧 吃喝串注 这样一个动物 但是实际上人是有这个神性的 而哲学可能恰恰就是 我们心中的这样一种 对神性的一种缅怀 一种追忆而已 80年代有个诗人叫顾成 他就是说 他说人可以生如乙 而美如神 对 就是说我们就是活得 像个小蚂蚁 对对对 但是我们有哲学 对吧 我们可以美如神 我们可以变猫头鹰 我们虽然是黄昏时候起飞 但是现在夜生活 年轻人也很需要人 对对对 谢谢谢谢 对对对 所以这个忽兰子称 夜生活得见青年哲学 这是秀 秀 在养烧文化陕西出土的 你看 周一里来扔个分 杀的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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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阿里斯多芬 过影间里好像是有的 这就是贝剧 这是贝剧 这是贝剧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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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有点面包物语的意思 你语多的 哈一个结果 音乐 方法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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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这种日神精神 这种字顾 他强调是九神精神 就说梁鼠鸣 你来不及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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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高尔吉亚 钓给你 像比达哥拉斯这种 他们都活得很长的 不是 他人羁 他人羁 啊 他人群羊 的 那 来 了 广 是嘎德姆尔 比如宙斯在罗马叫朱毕特 这个赫拉叫朱洛 那么雅典娜叫米列瓦 阿弗洛基特叫韦拉斯 一单是一瓢鱼也可以用选项的 它和福尔泰斯完全不一样了 马蒂诺铜子 我当时在沃尔姆斯宗教会议上 就像海德杆说的 沃尔姆斯宗教会议上 阿弗洛基石打造伯利克利的一个鼎盛时期 像舒本华 沃尔姆斯宗教会议上 沃尔姆斯宗教会议上 豪华旗舰型轿车沃尔沃S90联合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中国特香型白酒开创者 斯特东方韵特约播出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优优优独播出